無障礙之家 54位民眾 因為9月11號高雄前鎮 已息外泄 被迫先安置在其他社福機構 14號上午才返回 因為市府已經宣布危機解除 事發後包括 華運 台速 押距 台率 將管線清空後 進行250個小時的持壓測試 確認沒有管線破露的狀況 既然不是管線的問題 那以息到底從哪裡來的 答案既然是原住民故事館裡的化粪池 環保局在地下水中 測到含氯的有機污染物 碰上化粪池的菌種 在艷陽的環境下 會產生去氯現象變成以息 它原民故事館底下 它又是一個中方的伐肌 那伐肌裡面有一些化氨池的一些菌種 那接下來這個環境 本身有一個豔養的狀態 所以這些含氯的有機污染物 最後就因為這些生物的一個作用 所以產生最後的一個產物就是乙溪 所幸這一次乙溪外泄的意外 不是因為管線破裂 不過含氯的污染物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還有待相關單位釐清 記者許富天蔡中遜蔡宇山高雄報導 謝謝大家